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被数字化过陷,反而产生了浓烈的对实体事物的需求 物体本身单纯的质感已经可以触发我们的怀旧情绪 作家兼出版商詹姆斯·布兰德在一次演讲中讽刺到 在电子书威胁到实体书之前,从来没有人认真感受过书的气味 好像在突然之间,我们开始怀念起这些以前从没有注意过的东西 这种怀旧往往出现在技术快速进步的领域 对质感的怀念超越了技术带给人们的欢愉 尤其当人们对干净到事真的数码画面感到厌烦时 怀旧滤镜下的历史包裹感会唤起我们对上个时代的回忆 让人重新拾起对过时物品的热情 讽刺的是,人们对怀旧的渴望是通过现代技术得到了实现 数字电影可以通过添加颗粒模仿出胶片的影像效果 同时4K修复是大量经典胶片电影摆脱了陈锋的命运 这种被复制或保留的电影质感便是胶片颗粒感 它是随机分布在图像中的金属颗粒 是胶片上的光学纹理 其形成取决于胶片的速度、大小以及拍摄时的灯光 在胶片是唯一选择的时代 颗粒被认为是技术限制下的瑕疵 感光不佳的副产品 特别是对于那些16毫米胶片拍摄的小成本作品 但它始终是电影文化的一部分 在今天更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影像风格 所以才会有不少像坤丁和诺兰这样的导演 始终对胶片抱有执念 诺兰认为胶片成像的颗粒感 有数字影像无法复制的独特魅力 而胶片带给人们的感受远远不止怀就这么简单 瑞典曾经对胶片和数字的喜好度实验中 得出结论 观众之所以更加青睐胶片质感 是因为颗粒和抖动造成的信息缺失 给了人们更大的想象空间 这让我想起了2000年前后出现的日本恐怖电影 他们把电视电脑这类媒介与东方鬼魂相结合 形成了一种那个年代独有的电影外观 是胶片颗粒与恐怖氛围融合的完美案例 尤其是上映于2001年黑泽青的回录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迄今为止最有质感的恐怖电影 这部电影的视觉风格在恐怖片中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一位营造恐怖氛围的高手 黑泽青显然对视觉效果有自己的想法 当时多数导演都在尽力避免这种粗糙的画面 黑泽青一反其道 故意加重颗粒 从这点来看 他的另一部1997年的作品 《X圣志》也有同样的处理 调色至感与构图 都为了追求视觉上的疏离冷漠和压抑恐怖 对黑泽青而言 颗粒不是作为胶片副产品的存在 而是像光线和色调一样的视觉工具 通过《回录》这部电影 我们也能重新审视 胶片颗粒会给人带来怎样的感受 也可以尝试理解 质感在电影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 记得点个关注 就能随时回到这个电影世界 《回录》不是一部单纯的恐怖电影 它更像是预言一样 看到了20年后 技术入侵 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孤独 黑泽青将人类濒死的体验 表现得冷静而直接 电影中的孤独像绝症一样 悄悄将人们围困 太接近就会死亡 太远又会走近 导演声称这部电影的目标 是探索和展示 鬼与人的边界 当鬼魂脱离了恐怖电影的框架 便不再是简单射人的存在 之所以入侵到人间 也是源于临界空间的膨胀 它们出现的途径 是通过电视电脑这类媒介 因此在多数时候 这部电影中的鬼 是出现在屏幕上的 是用戒指的粗力挤压 堆砌出的鬼魂 最初你可能会反感这种画质 太多的雪花点 就像DV的成像效果 但慢慢的你会体会到 它具有光滑画面 所比拟不了的魔力 电脑屏幕上夸张的颗粒画质 和不流畅的卡顿 配合着鬼魂在矿中 匪夷所思的行为 都在不知不觉中加重了压抑 令人从心理到生理 都感到一种不安 这类影像风格 我们并不陌生 日本的几部经典的恐怖电影 都有类似的画面质感 它们都利用了 胶片颗粒最突出的特点 运动 运动的元素 在电影中必不可少 像是风 水 烟 都能为画面 产生多重的视觉效果 就算人物静止不动 下雨的背景 仍可以吸引视线 触发人情感的工具 而胶片颗粒的运动 也有同样的作用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那些随即的颗粒永远在动 这种运动意味着 即使是静止的物体 比如像放在桌上的花 静止不动 也能给人鲜活的感觉 不仅如此 画面的内在运动 还会让人迷幻 恍惚认为 所有的东西都在涌动着 整个场景 都处于一种不稳定中 你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害怕 却莫名地感到不适和恐慌 因为一切都可能在不经意间发生变化 颗粒的另一个特点 是让画面更自然 增加可信度 更像是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场景中 黑泽青利用了光影和颗粒感 制造了一个极度真实的噩梦体验 就在几天前 我还被这个场景困扰了很长时间 思考为什么它会如此吓人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在夜里醒来 周围环境的质感 一下子把我带回到电影中 在我看来 这是个近乎完美的鬼魂出场 这个场景违反了一切俗套的恐怖电影公式 没有戏剧冲突 没有jumpscare 导演用固定平静的画面 以及夸张化的颗粒处理 把恐怖一点点渗入到人心 直到最后的崩溃 你可能不会再看电影 是故意捕捉这些颗粒 但当你稍微琢磨一下 会发现这种怪异的粗糙 对情绪的影响是不找痕迹并强烈的 黑泽青完全明白 恐惧来自于一种不确定 对于面前事物动机的不确定 还有对眼下状况的疑惑 和对自身安全的担心 而胶片颗粒加重了这种情况 它使整个画面融为一体 主体和背景之间 看似没有清晰的界限 仿佛画面中一切都存在着联系 这种图像的模糊 阻碍了观众区分物体 却加强了观众和屏幕的关系 当画面中的形象逐渐清晰 靠近屏幕成为了一种巨大的威胁 黑泽青还擅长用窗帘 塑料布与风来突出这种效果 他认为表达恐怖的东西 重点在于让人感受到那种存在 如果影像上看不到 就要用其他方法去表现一种感觉 电影中在风的作用下 不同类型的颗粒叠加飘散 虽然看不清食物 但有些东西就在那里 这种半遮半眼 能勾起人们内心的疑问 带给观众的体验 是不可预知 你无法确定是真的 还是仅仅就是幻觉 胶片颗粒不仅用于产生情感共鸣 同时也是在探索美学上的表现张力 日本人有一种美学观念 美存在于物与物之间 淹逸的波纹和明暗之中 这就像是我们儿时的经历 每当凝视着阳光照不到的角落 会因为难以形容的恐怖而浑身站立 归根到底是淹逸在作怪 而回路正是一部有淹逸之美的恐怖电影 历经时间考验和沉浴暗淡的视觉效果 形成了东方神秘特有的格调 一种黑暗所具有的可怖的经济 回路的颗粒效果 是那个时代赋予的美学特征 这种视觉质感让故事更富有力量 目前很多电影都迷恋这种做旧的影像效果 试图以此来勾起人的历史情节和怀旧情绪 对此我同意导演帕诺斯的观点 现在时间已经没有意义 过去的美学是未来的灵感来源 为电影选择一个时代 几乎就像是选择颜色一样简单 你可以执着于干净的数字世界带来的视觉享受 也可以将时针回播到花样年华 在二十四格中体验误转星移 品读时间的韵味